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气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 青花云龙文筛子碗它的真伪 大家知道这个宣德皇帝呢 是一位又勇猛善战 又喜欢玩乐的一个皇帝 他不仅仅呢 这个喜欢斗蟋蟀 也喜欢在宫里边啊 跟这个大臣们呢 跟这个太监们呢 一起筛筛子碗 这个筛子碗呢 就是应运而生 那么它的特征呢 是非常的鲜明 而且呢 上面的文饰呢 画的也特别的精美 也因此呢 收到了收藏界 大家的爱好和追捧 因此呢 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的房品 那房品呢 和真品 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它 这个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辨别 它的真伪呢 还是主要从五个大的方面来进行 第一呢 就是气形 气形呢 现在就是说 如果从口径 还有这个高度 基本上都做的差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都有尺寸提供 无论是在 博物馆的这个 图录里边 还是其他方面都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资料 因此呢 这个高度和口径不会差太大 除非呢 它根本就没有拿到准确的资料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它的重量上 它会有一些问题 那现在呢 因为都是用这个球膜机研磨的这个磁石啊 这个这些泥土啊 胎土的 因此呢 它的这个 致命性要比宣德时期的要大很多 也就造成了现在房品的重量 要比宣德时期的要重 宣德时期没有那么精细的研磨 它在胎质里边还有很多的气泡 那就会影响到它的重量 另外一点呢 我们就是要看它的胎幼 宣德时期呢 是清白幼和暖白幼 虽然呢 它的白度比永乐时期白了一些 但是呢 依然还是非常典型的清白幼和暖白幼 白中泛青 特别是在肌幼处很明显 那么房品呢 大家可以对比着看就是 它的这种白中泛青之外 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黄 白中泛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筛子碗的碗芯 左侧的呢 这是宣德本朝的 那么它的这种使用的痕迹 所因为这个筛子在里边的撞击啊 多次的摩擦啊 产生的痕迹和这个防品的完全不一样 防品根本没有 只不过它是脏而已啊 这个大家呢 仔细的要看要学会什么是使用痕迹 这些呢 使用痕迹呢 是包含在这五大方面之中的一个细节的部分 啊 呃 大家要留意这个 那么所谓新旧 除了我们看这个 它的这个 呃 胎幼方面啊 有这个火器之外 另外就是一些使用痕迹 第三一点呢 我们就是要看青花的发色 宣德时期呢 啊 用了三种的这个清料 一种呢 就是苏玛丽清料 一种是塑料和国产料的结合 再有一种呢 就是国产料 那国产料呢 基本上都是在宣德的后期 宣德一共有13年啊 在它的后期 因此呢 它的这个清料的发色呢 会有一些不同 现代防品呢 有时候防的是某一个时期的 但是呢 防的时候呢 有一些地方防的不像 比如说它要想防苏玛丽清料的特征 那么塑料呢 就是有啊 云散 有流淌 有铁锈般的沉着 这个呢 第一取决于它的清料 第二呢 要取决于它在窑内的这个 烧窑的时候放在哪一个路 另外呢 就是窑温的高低 也决定了它的这个发色 现代防品呢 那 看它这个 所谓就是 它的成本 如果它要为了控制成本 它降低成本 基本上都是用电窑和气窑烧灶的 那么这个烧灶的过程当中呢 窑温呢 烧成范围比较宽 比柴窑的烧生范围比较宽 很容易控制啊 无论是从升温条件了 升温的速度了啊 一直到甚至到冷却啊 都会比这个柴窑去烧的时候呢 要容易控制 那么因此呢 它的青花发色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现在新的这些做法呢 让它的成品率比较提高的比较多 不像在烧柴窑的时候呢 成品率比较低 那 另外一点呢 我们就是要看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青花发色的差异 它这个是想仿苏玛利清料的 想要有什么铁锈斑呢 晕散呢 但是呢 做的就很假 第四一点呢 我们就是要看文事布局和绘画 看文事布局的时候呢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文事布局整体上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因为它都是按照那样去打稿 不会有太大差异 但是在画出来的时候会有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取决于画师他自己 这个实际操作了多少年 另外呢 还有一个绘画的习惯 这个呢 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一旦一个画师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不会轻易的改变 这个大家如果了解这个画家的这个 或者说了解中国画呀 画油画啊 这些呢 就能理解这一点 我们看画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 无论是在运笔的这个自由度上 以及在画的很细节的部分 包括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些这个云朵 他的这个绘画 然后龙爪 龙的肘毛 龙的这个林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只有经过仔细的观察 才能看得出来 我们看这一个符上面啊 看到这个肘毛啊 看这个龙爪啊 然后再看这个龙林啊 这个龙林大家看 宣德本朝的画的有一种既遵循规律 但是又有一种很洒脱潇洒的样子 但是呢 房品啊 就是房的太矮板 特别死板 所谓规规矩矩的啊 大家看这个这个身上龙林快到腹部这里 尤其是特别明显 最后一点呢 咱们就是要看他的这个圈族 圈族呢 我们要注意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底族呢 漏胎的部分 所显示出来胎骨的这个信息 以及他的修胎的方式 第二个呢 就是圈族内施着诱的情况 大家看了这个宣德本朝的呢 他是平底 漏胎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胎骨 是 他还是用的是麻仓土 麻仓土和这个磁石的结合 那么这个呢 就是看上去比较粗 摸起来是非常比较细的 然而房品是现代的这些磁石 加上高领土 那么他的这个 胎骨的这个紧密性呢 要比宣德那时候要高了很多 因为他这个陶凳胎土的方式不同嘛 因此呢 他是非常细腻 而且他的这个修底的方式呢 跟宣德不同 这是大家要留意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还要特别留意 就是他这个底足上 火势红的这个出现 那么火势红呢 他是一种渐变的 由于胎并没有那么的干燥 然后呢 在窑内烧 他里面的这个铁的部分 有一些烧出来 会出现火势红 那现在呢 做的时候呢 火势红呢 可以人为的做出来 但是呢 都极为不自然 最后一点呢 我们就是跟这个圈族啊 底族一起要看的就是款制 我们大家可以对比着 这两件东西的款制 来看一下 所谓的写款 就能看出来问题 包括写款的位置啊 写款的这个 他的运笔的方式 和以及写出来这个款制 他的这个情况 进行综合的一个分析对比 你就可以得出准确的答案来了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